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道通天地庚子暑年, 運轉乾坤》 每一年《道通天地》 都為大家準備一系列的玄學特輯 希望跟大家分享玄學的學問 令大家可以吹吉鼻胸, 滋命而行 而今集我身邊嘉賓就有Sam Sir Sam Sir, 你好 你好, 你好, Amy 我知道Sam Sir對於無常派的風水 非常有心得 接下來會和大家分享風水的學問 而且還會教大家 在庚子蓮找容易添丁的月份 添丁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另外我們的嘉賓 還有余宗哲師傅 他會和大家分享榴槤直瓜 和立春八字 另外還有一位新嘉賓叫Conny 他會和大家以八字來預測運程 不豐富的節目 大家沒理由錯過 一定要繼續黏著我們在庚子蓮行個好運 好了, 先說回今集的主題 Sam Sir, 我知道 其實我們每年預測一些大運勢時 都會用不同的玄學方法 而你會以這個紫白升入中宮 來預測運勢 在庚子蓮是哪一顆升入中宮呢 今年是七呎入中 我知道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星入中宮 大家當然可以自己計算 亦準備了一個表給大家看一看 看到這就是一個表 大家可以從而找入中宮的星 在2020年就是庚子蓮 屬於下源白運 由對上的表去找 就會看到這顆七呎升入中宮 但是Sam Sir, 你也知道 不是每次都有個表在手上 有時真的很難找到這顆星出來 但你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一個計算就可以找到出來, 對吧 是的 我們利用國際力的總和 用11個法則去減它 我們可以計算到今年入中的星 就是這個東西 不如示範一下 好, 像今年一樣 我們看到2020年 我們每一個字用一個單位數去計算 我們看到2加2等於4 我們用11個法則去減它 11減4等於7 所以今年是七呎入中宮 2020年七呎入中宮, 大家了解了 不如再看一個例子吧 好, 我們看看1965年 我們會看看單位數是怎樣加出來的 首先就是1加9 加6 加5 我們的總和要計算是21 但是這個不是單位數 我們繼續要將它變為單位數 等於2加1等於3 我們使用11個法則去減它 我們計算到今年就是八百入中 這個就是方法之一 即1965年就是八百入中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方法 再簡單一點點, 是不是? 是的 我們可以一個簡易法 逢狗不要 你看看, 第一個1加8等於9 我們不要 本身有個9, 我們不要 剩下一個7 我們用11去減, 等於4 那麼今年四入中 即1987年就是四入中? 是的 好, 其實我們了解了 剛才說過了 2020年是七尺入中工 但是我知道原來在通性 也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 是的, 每年的通性 我們在榴槤大利圖裡 都找到這個八卦圖 入中的數是七尺 每一年逆布順排 前一年是八百, 今年是七尺 下一年是六百入中 那麼我們根據這個法則 我們可以計算到入中的紙白數 就是我們看中間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中間這個位置需要七尺 所以就是七尺入中工代表了 是 可能我們知道七尺入中工了 這顆紙白星 但又代表了什麼呢? 對於香港的經濟走勢 七尺入中工是預示了什麼呢? 我們如果看看香港的經濟 如果我們看到香港的經濟 現在我們看到香港是一個外向的經濟體 譬如歐洲、美洲 經濟的變動 直接影響我們香港的經濟走向 而本身香港的經濟 有內部的因素出現 我們有些社會問題 如果這兩個外部和內部結合的時候 香港就沒有運動 但是我們在玄學上 我們如何推算香港的經濟呢? 首先我們找出一個重點 即是主軸 我們風水以座家為本 我們的法則以空實兩片 動靜兩片來許二門 就是我們的法則 所以我們看看香港的金融區 就是在港島 我們看看香港島是座南向北 我們看看圖 我們座南向北 我們金融中心就在這個區域 而我們香港的來水 由吸水門和珠光鎬匯聚了之後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我們今年七呎入宗 七、八、八 我們到西北位置 即我們的水口 你影響的環境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的氣氛如果好的話 我們可以配合到天時、地利、人和 那就是可以做一個好效果 否則我們要靜代時機 那我們靜代時機的話 即是如何去找這個時機出來呢? 究竟是甚麼時候呢? 這個時機 如果我們的時機 我們二刻到前方 我們會怎樣去計算呢? 我們要看了 我們首先在一個掌上畫了一個牌山掌 五、六、七、八、九 我們會看到一個缺 我們的月子伯 子伍馬有八百球 今年是庚子年 所以我們八百是第一個月 我們叫做晶月 晶月 我們二月就七日宗 三月就六日宗 四月就五日宗 五月就六日宗 四日宗 六月就三日宗 七月就二日宗 八月就一日宗 我們要看一日宗 二到西北 到前方二百合十 即使新曆九月中 如果我們氣氛好的話 香港的經濟應該會向上 我們要正通人王的話 香港一直會好下去 即是說 如果我們在新曆的大概九月 農曆的八月左右 可以嘗試把握時機 這個月份會比較容易向好轉變 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香港的經濟是一個火車頭 如果整體經濟好 帶動所有的經濟都會發展向好 從一個好的開始 香港的經濟一直在好軌道發展 好, 但這是一個大運勢 可能大家都要再等一等 可能像你這麼說 頭三季都要靜待一下時機 或者裝備一下自己 到新曆的九月左右 就可以出擊 但這是一個大環境 但個人方面 我們在自己的風水 家居風水上 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些幫助 可以造就一下 我們不如可以看看 這個七尺入宗功 在這個無常派來講 又代表了什麼? 七尺入宗 代表今年出生的男命是七尺命 我們元兇有個命功配宅法 如果我們選擇自己的命功的話 選擇自己的樓的職 就可以配合自己 但剛才你剛才提到男命 我們的女士如何?怎麼辦? 女士我們有方法計算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好, 不如示範一下 我們又用2020年今年吧 好 2020年加起來 2加2 等於4 這個法則是加4 女命就等於8 女命的, 男命是7 今年是7, 今年是7入宗 我們看看對數表 男命是7, 女命是8 這個法則就可以幫到你了 大家如果可以記到的 也可以記一下這個表 如果記不到就… 剛才這麼說, 都是簡單的數學 就可以計得到了 是的 好了, 但是我知道了 那又如何憑著這個數字 去找適合自己的一個住宅呢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們8入宗 即是在8運這個本裏 我們會看到任丙向 任丙向就是坐南向北 我們會看到我用三、四入宗宮 所以我們山館人丁, 水館財 所以向星就是三 坐星就是四, 這個就是丁星 我們要排一下掛墜 我們去看看 三入宗宮之後 我們會看到這個是地圓龍 地圓龍我們會是羊順排 去到四、五、六、七、八、九、一 二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向星就是九 在這個坤宮, 在這個西南位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命卦 我們的命卦就在這裏 在座家這裏 這個是四 地圓龍我們要翼牌 即是說是順牌 我們龍分兩邊就是講陰陽 這次我們會看到 四、三、二、一、九 八、七、六、五 你的命卦如果是七仔命 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看到它的向星 這個就是財星 五行屬火 七呎屬金 火、黑、金 這個命卦是不適合用的 這個織 就是說這間屋 這個陶織 就不適合七呎名的人所用的 是 不如我們再看看一個例子 好, 我們看看第二個例子 這個盤是順乾向 即是說坐東南向西畢 我們看看用慣了 九 是這個財星 入了中 另外, 坐家山星 入中 即是說七呎名的人 就不適合這個織 推而及之的話 只要你命局的數字 如果是比克 又或者入籌 那間屋都不太適合 我們主要是說宅主和宅務 但是… 對, 剛才你說有宅主有宅務 有男有女的 有時候我們算數的時候 算誰呢 大家都住同一間屋 經濟諸處為主 大家記住了 總之誰會賺錢多一點 就是以那個為主 好, 這時候我們會先來休息一陣 待會回來會教大家 怎樣去找屋內的文窗位 待會再見 坐下! 熊風孝 就是不選擇 你都不選擇 下一個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看看樂書圖 我們會看到五入中宮 大九李一 左三右七 二四為堅 六八為竹 這個就是樂書的應用技巧和法則 了解這個考訣又如何呢? 應該 我看看圖, 我又考考你了 你看到這個圖裡面的數目字 你看看結構性如何 結構好像是否邊邊加上15 我們看看 直行總共是15 是 橫行總共是15 是 斜行總共是15 我們三五齊其一 外國人稱為幻方 而我們中國人又不是這樣看 我們中國人會看到四正為奇數 奇數即是單數, 在四正正位 是 東南西筆 是的 我們看到四語為偶數 偶數 我們看到 居四正是旁邊 我們看到一陰一樣 各居其位, 各有功能 一其一偶, 其數參, 所以齊其一 風水的法則是由這個奇形對待 所以形成的 這個我們再用另一個 用雪掛傳來解釋 大家可以容易明白些 那是怎樣呢? 雪掛傳中的一對經文 叫三天兩地而以數 官變陰陽而立卦 我們看回 三數為天數 亦都是一基本數 我們首先是由三開始 那麼配數呢 三乘三 就等於九 九乘三 等於二十七 七乘三 等於二十一 三乘三 三乘三 等於三 那麼我們看到 天道 左旋 我們去看 兩地 兩地二的倍數 二二如四 四二如八 二八 二八十六 六二一十二 地道 右轉 這個形成了一個天然地方局 我們風水的法則是由這裡開始的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天然地方局 怎樣去找這個文昌位呢? 我們前人以信公又是文昌位 所以我們找到信公 加盤數 我們看看文昌可不可以 那信公是什麼方位呢? 方位是東南位 不如這樣吧 我用個實例去解釋給你聽 讓你容易點明白, 好嗎? 好嗎? 我們看看 北區有一家學校 叫鄧顯紀念中學 我們看看它的座向 它是座南向北 雖然它在北區 它1981年創校 我們會計算到應該是六運 那我們飛盤數去看看 六運呢 就是六入中 八 這個就是運盤 一 五 三 四 五 我們看到它是座南向北 這個是天月龍 我們用那個運掛 運掛是入中 向聲就放在這裡 山聲就放在這裡 我們飛盤數 我們看看這裡 音就是順排 六 七 八 九 一 七 那這個呢 是翼排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我們看到座口 一六 另一邊一六 這個是虛弦灰壁 啟八代之文昌 這個是武貴的 就是體育情況應該挺好的 另一個呢 我們在東南位, 信公 我們一四和公 那四在哪裏呢 這個圓彈壁裏面有個四 而這個呢 就是東南位 這個也是文昌的位置 這本理數有 你也要再看聯頭裏面有沒有配合 我們去看東南的位置 我們放借出來 我們遠邊 我們見到一個很高很大的建築物 這個就是馮應先館 馮應先館 馮應先館呢 就是在鄧顯的東南面 那所以呢 你呢 文昌的聯頭得力 令到裡面 那個座向又得力 那加上呢 老師和學生的配合 我們天地人感通的話呢 那雖然呢 他在郊區 但是他的成績呢 不舒適一般的名校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文昌得力的時候呢 可以容易有一個好的成績 好了 我們引伸開他 用這個法則 我們看一下廣島區呢 他本身的座向呢 就是座南向北 那你看到的聯頭裏面 有很多的星神是凸起的 那我們去看看 凸起的地方是屬於什麼呢 那個聯頭有力 那你加上你的座向 你加上你的座南向北 那如果你在東南位那邊呢 又有一個認到你的那個聯頭 我這個是一個能量系統 那加上呢 你們的師生呢 是比較呢 就是說 那氣氛學習會好一點 那互相有個研習 那天地人感通的話呢 一般性的效果都很好 因為呢 我們先後天都配合到這個文昌的位置 嗯 好了 我們不如又看看一些的觀眾來信 我們看看家居方面 如何去看這個文昌位 這個來信的這個職 它就是在2008年9月入火的 那又如何去找這個文昌位出來呢 哦 2008年 是 9月的 9月 入火時間 嗯 我們去看看 2008年呢 就是白雲白中 8 9 1 2 3 4 5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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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我們看到雙聲道座在學說上是一般的 但如果說文窗,我們看文窗位 我看見有一個四在 現在實際的環境是一個廚房區 廚房區也不太好用 在文窗上,這間屋就不算太理想了 是否意思呢? 我想先天不足,後天不足 如果父母的話,加一些力度去幫幫小朋友 或者陪他讀書,可以後天改天 我們人的力量就可以推動到能量 大家說天地人感通不到的 就要人為的因素去改變它 的確,謀事在人 剛才Sam Sir一開始也說過天地人的力量 我們靠人的力量一樣可以改變很多 父母就陪子女讀多些書 子女自己也要勤力一點 那就一定會學業進步 好了,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Sam Sir,接下來就一份農曆新年 不如跟觀眾拜個早年 好的 根子書完,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勝意,心想事成 恭喜大家 我當然只供祝大家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好了,下一集我們的 庚子鼠連混轉乾坤 我們會有余宗哲師傅 和大家以這個流連織瓜 來預測運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的,拜拜 拜拜 附近 前面 詳細 寄了 痂 損 寰 附近 寰 禮 禮 禮